大家好,我是文睿 媒体人赵兰健爆料 他说他的多位军中老友透露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已经确定全国预计要抓70位左右的将军级的领导 然后同时树立反面典型 会动用批斗力量 以此警示军中的不稳定因素 就是整个军队的大清洗又要开始了 然后他这里面还给出了很多不同的信息 从陆军,海军,空军等各个方面 给出了很多消息 比如说在陆军这一块 他给出的消息是这样的 大规模抓人,具体情况无人敢说 除军务人员之外 有非常多专家被抓 有数百名专家被拉黑 终身禁止参与项目评标 倒查时间很长 然后还说到2023年底 在军事基地搞大型模拟演习 出了一些不过关问题 最终张又霞给了好评通过 因为主管人员是张又霞派系的人马 等等还有陆军 包括海军空军方面的消息 这我就不去过多的去讲了 整体上赵兰剑先生 他给出这个消息 整个中国军队又是山鱼来丰满楼 整体上就是在过去对火箭基于好 对李尚福对这个等等一些人的这个清洗还没有结束 还要继续这个扩展开来 当然我谈到这个消息 有人说这真的假的 对于你们怎么来确认这个事情呢 当然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这个确认 但是这个很多事情们 这个迹象来看的话 中共的这个军队 现在确确实实是非常不稳 这样他有一个消息 9月13号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这个公告 宣布罢免李尚福邓志平这个等4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然后这里面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邓志平 给人感觉好像就突然被罢免 那邓志平他是陆军员副司令员 你看这军队确确实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当然话说到这边 有人可能非常不理解 说整个这个军队怎么了 对吧 从去年到今年 对吧 习近平二十大之后 不是这个权力如日中天 在军队当然也是对吧 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权力 怎么一而再再而再 到现在还在这个清洗军队呢 应该说军队这个问题啊 应该是没完没了 会出现非常大的这个 就是说震荡 这个事情甚至有可能震荡到习近平 他自己的这个权力基础的稳定性 但是呢 习近平还是欲罢不能一定会这样 不断的这个折腾下去 原因在哪 咱们就是稍微仔细的来聊一聊 就整体上 我觉得最核心的部分就在台湾这一块 就台湾这一块 你说习近平他敢不敢打台湾呢 这个不好说 他真的不太敢不太敢 害怕 但是大家明白一点 敢不敢和想不想 它是两回事 你知道吗 有些人他就说不敢 或者他没有那个能力 但他内心十分的这个想 是吧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有人他非常想买一辆保时捷 但他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他心里面很想 他总在计划怎么攒钱呢 经常到网站里面看保时捷的车 怎么怎么样 习近平他现在内心对台湾 他是非常非常想拿下的 而且非常非常急迫 为什么呢 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芯片的这个问题 芯片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整个中国大陆 跟全世界的这个芯片的差距 就太大了 就像有电和没有电的这种差距 这个基本上一点夸张 非常非常的这个想要拿下台湾 迫切 那有人说把台湾拿下来 对不对 你也做不出来这个芯片 习近平的这个心思就是什么呢 即便是我拿不到 我也不知道不能让你们拿到 我也得把它毁掉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这个心态呢 非常非常迫切 包括习近平他有那种 浩大喜功的那个状况 总觉得自己是千古一地 那千古一地就得统一吗 是不是 就这种心情也非常严重 包括他习近平内心那种 那这种什么心理 就是东北人那个 你守啥的那种心理 对不对 就是台湾 对吧 越和美国走得近 美国一些说些什么话 莱清德总统说些什么话 习近平这心理就是受不了 就是你守啥 对吧 就是非要非要收 收拾你们 他才能这个解气 对吧 这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心理 包括现在他可能 要转移矛盾等等吧 在各种各样的 这个心理作用家 习近平是非常非常 想要去动台湾急切 但是呢 他就是说 现在可能还不敢 不过他会做很多很多的 这个准备着手 去查很多很多的 这个东西 对吧 那你要动台湾 你肯定要有武器装备 各个方面 结果这么一查 出了大问题 这军队里面这太乱 他就感觉太乱太乱了 就真正要做事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里面问题太大了 这就好比说是 有一个公司的老板 要出去跟人谈判 对吧 平时意思也不怎么出门 今天有一个大客户 要出去谈判 能赚很多钱 然后呢 让这个司机背车 让人事部背车 结果一看 平时不怎么出门 一看这车 对吧 发动机也坏了 这个就是电路系统也坏了 轮胎也没气了 对不对 各方面出现的非常多的问题 你说他能够上火吗 是不是 他不得这个 处分这个司机 对不对 包括这个人事部的这些相关主管 不都在出问题吗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习近平跟军队 发生这个 就是摩擦 发生矛盾的一个 非常非常直接的这个原因 我再说一遍 他可能不敢 但他总想着 总想着 他就总要去做准备 一做准备 发现什么都不行 那上不上火 对不对 他就得拿这个军队 这些人出气吗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什么呢 他可能让军队的人做什么 做什么军队的人不想去送死啊 他们知道美国的实力是相当强大的 台湾本身实力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对不对 那整体上就是说 他们就会应付习近平 好 习主席 好 知道知道知道 马上办 马上处理 结果呢 就往下拖拖 总说这么有问题 那么有难度 对吧 就刚才我说的 让那个司机出门 对吧 那车有没有问题 咱也不说 就是司机老是说 哎呀 这个老板咱们明天去吧 今天要下雨啊 对不对 天天黑了 是不是 对吧 这道成可能堵车呀 咱们怎么 反正总是推脱 你说习近平 他心里他能受得了 对不对 他就急气的想要拿下台湾 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呢 我动不动台湾是一方面 然后呢 我们这边 所有的武器装备 要全部都非常精良 训练到位 所有的这些官员 对吧 都要跟我一条心 他希望达到的是这个样子 我在说 动不动台湾是一方面 但是内部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了 凡事都不顺他的心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发现 很多人不听他的 对吧 很多人都是 对他这个交代的事情 不是很重视 对吧 表面上同意 背后里的根本就不动作 然后呢 他习近平他有 我觉得他有这种 某种这种政治洁癖 他就总是 感觉好像 这个军队不对劲 这些人是不是要 集体对付我呀 这些人是不是要 集体造我的反呢 他就自己 当然这个事情有可能 但是习近平他内心 他那个政治洁癖 他就非常 非常的这个害怕 越想越觉得 这军队不可靠 而且这个军队 对于他的这个政权统治来讲 那是基础啊 是不是 那军队要出什么问题 那你说他就吃不了兜子走了 所以说他就在想办法 谁不听我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清理 清理 再清理 不断的再清理 那也没有办法 就是他 惊弓之鸟 他就害怕到一种程度了 对吧 他就形成一种病了 你知道吗 总看这个军队 好像这个卑躬摄影 好像有什么这个问题 所以说他就总要不断的去 这个 就是说 清洗一些人 但是你反复这么去做的话 那军队啊 本来人家可能不想反 结果呢 那你这么老这么弄的话 那人可能真就要反了 对不对 你像张又霞 可能没什么事 但是总是好像 对吧 你这个处理火箭局 那就要处理到张又霞了 张又霞他心里 他能不紧张吗 对不对 他能不害怕吗 他能不去准备做一些这个动作吗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些就是导致整个习近平 跟这个军队啊 矛盾不断 在未来呢 可能会愈演愈烈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习近平他整个这个心理啊 包括精神状态 我一直强调 他有问题 他不是很正常 对吧 他现在压力那么大 他特别特别的恐惧 他就总觉得谁都不信任 所以说呢 一有风气扫动 他就想去处理别人 那咱们就慢慢看吧 整体这个局势呢 一定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混乱 那军队真的整体上跟习近平 就是说不站在一起的话 那习近平的这个处境就 就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糟糕啊 然后呢 就今天吧 看到这个赵兰剑先生 他说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感想 跟大家这个简单的沟通一下啊 整体呢 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